马太福音22章14节 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讲到得救的人多 但是得胜的人却不多 圣经上说他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有一人沉沦 所以只要是人,神都愿意呼召 愿意我们能够信主,接受主的呼召 所以信主是第一步 圣经告诉我们还有第二步 那就是选上 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只要能够接受救恩 更要能够被神选上 也就是得奖赏,做得胜者 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信主后要竭力地奔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而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所以无论是得赏或得胜 都是指的那些在得救以后被选上的人 就好像启示录17章14节说的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 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得胜者不仅要蒙召得救 还要被选上 而我们是否能够被选上 是根据我们的忠心 是否遵循神的旨意等等而定的 有些弟兄姐妹问 如果我们是为了将来得奖赏才追求和服事 岂不是太功利主义了吗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圣经上无论是耶稣保罗或其他使徒 都一再提到得奖赏 与主一同坐王 得胜者得胜的这些 都是强调工作和服事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圣经上也强调 我们与主的关系 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所以为主而活 竭力做主公的动机 也是因为爱主的缘故